好危险的还要来看到就是台北市寒铅水管问题 现在还没解决但又被发现 全台有九成水龙头是铜铅材质 寒铅量大约是3%到8% 用久了可能就会融出铅 相较于欧美国家的规范最大高出32倍 虽然这是经济部啊 汪洋补劳记令要公告寒铅量的规范 但是对大多数人来说 早已经不知道喝下了多少的寒铅水 就算你家没有用到铅水管 但你有可能用到了寒铅水龙头 这个我不知道 不晓得水龙头有 听说好的是出口 然后坏的留在镜 我看这个新闻看了 我最近都不想看 所以我今天还在逛街 全台超过九成水龙头 其实都是铜铅合金材质 用久了释出的铅浓度会大大攀升 那个水一定把它放掉一段时间 然后再继续用刷牙洗脸这样子 那喝的水一定是滤过的 不少人靠绿水器 但如果是接在管线之内 出水口依然是水龙头 还是可能喝到寒铅水 目前台湾水龙头大多分三种 最多人用的铜铅材质 使用年限长 价格最便宜 但缺点就是可能融出铅 不锈钢材质最稳定 另一种铁植镀铅 容易生锈有铁味 但不管你是用哪一种 五年之内最好换一次 影响小孩子的生育问题吧 小孩子还没有结婚啊 会担心不是没有原因 看看各地水龙头含铅规定 美国百分之零点二五 欧盟百分之零点八 台湾因为没有规定 平均含铅百分之三到八 和欧美相比最大高出三十二倍 虽然经济部亡羊补牢 近期就会公告 并实施含铅量规范 但总是事后擦屁股 难怪民众只能 尽自己能力保护自己吧 记者邓凯 台北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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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